如果你認為侯友宜公布簡訊叫做策異網軍 那請問昨天那場大秀 嗯? 郭台銘公布了所有人的對話時間地點內容紀錄 那請問柯文哲 郭台銘是不是全台灣最大的網軍 全台灣最大的策異 他是不是網軍投 他是不是策異投 因為他沒有經過任何人的同意 公開了所有人的對話內容 雙重標準 昨天 侯友宜公布簡訊的時候 他講了三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不用羞辱馬前總統 因為柯文哲簡訊裡面自己公布說 馬前總統要邀請他來 再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在簡訊內容當中 柯文哲親口說出 希望能夠藍白河 希望能夠公開透明 然後第三件事情他親口承認說郭台銘要退選 這是昨天在整個簡訊過程當中 侯友宜所揭露的三件事情 但有趣的事情來啦 為什麼我說這個叫訊問 他等於是說好 你郭台銘 愛講就去講 好你愛扣帽子就扣帽子 因為侯友宜已經受夠了這些窩囊器了 他是為了要整合出來才去受這些窩囊器 不是因為他好欺負 包括明明早上講好去馬辦 然後你硬要辯然後跑去軍越 然後對外放話 然後然後講說 是侯友宜不來 侯友宜不敢來已經先給他扣一個大帽 再來第二件事情 民調統計誤差你跟朱利仁討論的 明明自己簽的 然後後來一直給人家扣帽子說浪6% 對不對 再來第三件事情 明明你說要公開透明的 結果你去搞一個密室黑箱 所以侯友宜透過這三件事情證明了一件事情 他等於是說來啊 你們要講先講啊 你有沒有看過什麼審問犯人 來來來來你筆錄先做 你把筆錄做完 做完之後呢對不對 送到庭上來 來我再把我的證據一份一份拿出來 一個一個打臉 你說你要公開透明 那現在為什麼 搞密室黑箱 你明明說 郭台銘想退 所以你才要做credit給他 結果郭台銘現在在這邊砸鍋 在這邊鬧場 在那邊電腦大 什麼意思 你明明說要邀請馬前總統來 結果我現在開始講說 他們是重量級的不速之客 什麼意思 一個一個都打臉 而且最丟臉的是 郭台銘根本不知道 柯文哲寫這個簡訊 所以當柯文哲對 郭台銘的陳述是 啊反正他要退選了 做個面子給他的時候 柯文哲惱羞成怒嘛 惱羞成怒嘛 完全被侯友宜 一巴掌一巴掌打成跳樑小丑 所以這兩個翻桌二人組 就變成翻臉二人組 翻車二人組 現場大翻車 那大翻車之後 柯文哲說什麼 柯文哲他說 哎 柯文哲這個做側翼網軍 才會做的事情 各位你覺得 然後叫現場民眾黨的暗裝 在那邊拍手叫好 但柯文哲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柯文哲在挖洞給他跳 他不知道 第一個 這些證據已經把他每一個臉 把他的誠信 完全破產 再也沒有人相信柯文哲的政治信用 他就是一個騙子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情 他刻意的挖洞給柯文哲跳 讓柯文哲證明一件事情 這個人就是一秒前答應你一秒後翻臉 各位一秒前柯文哲三度答應侯友宜可以念簡訊 結果念完之後馬上說你是側翼網軍 這種人丟不丟臉 所以當這些白蓮教教徒 指著鼻子罵說哎張宇軒你沒水準啊 張宇軒你怎樣了 看一下你們主席沒有人像他這麼丟臉的 好不好 答應的事情一秒就翻臉 答應的事情一秒就翻桌 然後從頭到尾都在說謊 啊你的公開透明呢 怎麼變成25樓開房間密室黑箱了 啊你不是說要馬英九來嗎 怎麼現在馬英九變不舒之客了 啊你不是說 這個希望藍白整合 不是說郭台銘想要下車 想要退選 哪地家登老頭啊 那完全面子掛不住 這個人從頭到尾都是謊言 而且各位你知道最好笑是什麼嗎 如果你認為侯友宜公佈簡訊叫做側翼網軍 那請問昨天那場大秀是怎麼來的 昨天那場大秀是因為 各位郭台銘 公佈了所有人的對話時間地點內容記錄 那請問柯文哲 郭台銘是不是全台灣最大的網軍 全台灣最大的側翼 他是不是網軍投 是不是側翼投 因為他沒有經過任何人的同意 公開了所有人的對話內容 雙重標準 不要臉 雙重標準 不是嗎 你這不是雙重標準 不然什麼是雙重標準 所以為什麼我要跟各位講這一段故事 其他都不重要了啦 兩個人然後躲在小房間這個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過去你以為 後尾是吃素的 但接下來他會吃婚的 而且會大口大口的吃肉 他的戰狼性格會一覽無遺 而你柯文哲就等著 白蓮教等著被邊緣化 你就繼續去聽珊珊的話 沒有問題 你們的家務事大家不過問 因為畢竟那都是你們的家務事嘛 你要聽珊珊的話 聽媽媽的話 看你要聽黃媽媽還聽柯媽媽 還聽老婆的還聽妹妹的 或者是你現在想要聽這個 小公主的沒有心要贏的都可以 繼續去玩你的母姐會 一個政治誠信破產 說話不算話 講話顛三倒四 講話充滿人聲攻擊羞辱 你如果覺得我嘴巴很賤 那不好意思你去看看柯文哲 他的嘴巴比我還要賤 好不好 而且他還要選總統 我是媒體人 好所以各位崩潰的白蓮教教友 恭喜開始倒數你們的 叫滅亡的倒數日期 開始從現在開始計時到明月1月13號 到那個時候你就宣告白蓮教正式破產 白蓮教正式滅亡 民眾黨正式從這個政壇上 萎縮泡沫邊緣化 而這一切 都是柯文哲自己造成的 你可以怪黃珊珊沒有錯 你可以說黃珊珊臥底 黃珊珊居心不軌 黃珊珊想當副院長 黃珊珊想要篡權 但有什麼辦法呢 誰叫你柯文哲是個媽寶呢 那你就聽媽媽的話 那我們也沒辦法 好吧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道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總裁植 請下班 屬於悅 主持人物 和注意 評审 大 Safe 聲 踏上 剪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